郭台铭 可真的iPad iPhone 制造者 賈伯斯在美國代表蘋果電腦 但在亞洲代表蘋果電腦的是 富士康勞總郭台铭 郭曾被批評冷酷無情 在員工接連跳樓後 他持續要求提高工廠產能 他最近更將他的上百萬員工比做動物 美國媒體於是把炮火對準鍋 讓他把氣出在美國的熱身上 郭併猛拍中國馬屁真是超級車 下次要買iPad或iPhone 記得你的錢會落入誰的口袋 自由及奴役 無資及力量 給我你的錢